跟你介紹最好吃的牛肉麵 而且不用放在冰箱 一打開來你就是世界牛肉麵冠軍 這是很令人驚豔的食品 重點在於它還更便宜 來 張哲明 大家好 他從大概26歲就接了家裡的生意 但是這個品牌是他自創 台灣有60%的牛肉麵代工 各種麵代工 都是從他這邊來做的 可是現在你可以買到工廠 應該說產地到餐桌的價錢 就是如此 各位先看一下 來 你先介紹牛肉麵 我真的那天把它打開來 我被他嚇到你知道嗎 這連冠軍牛肉麵麵都吃不到的 這麼大塊的牛肉 而且你看 這個刀削麵也像是人 努力的刀削出來的 我們這個麵團已經有 大概100多年的歷史 你看這個肉 真的是半斤半肉的 這個金蚊這很難找耶 自己怎麼努力挑 也做不出這個樣子 這次是1111特惠嘛 所以只有這一個機會 我其實在家裡都試過了 還有很多的產品 你先介紹一下吧 你說介紹這碗嗎 其實我跟妳講 現在開始淡魯姐那一碗 這也是第一名 這也是第一名 對 它那碗是我們今年得獎的 那個番茄牛肉麵 所以得過冠軍的是金燈 金燈 其實我每一次都得過冠軍 是真的很厲害啊 你看看 你看裡面那個牛筋還會這樣動 而且它不是肥肉喔 它是牛筋 很順口啦 又不會礙到我的胃 而且我現在就是主打 你現在看到的風貌就是妳 調理包裡面 只是我們把它擺漂亮一點 顛覆妳對調理包的一個想法 好吃就像獻祖一樣 你知道那天是 所以我跟我們公司的司機在我家 我打開了一盒 覺得這麼大盒 哎呀我的媽吃不完 我們兩個人吃一盒 省不省 其實也是有 一般的女孩子可能會吃不完 可能再加一個小朋友兩個是剛剛好 是的 男生吃一碗它是剛剛好飽的 所以它其實分量會比一般的還要來得多 而且麵很Q 然後你的蘿蔔還可以維持到這種新鮮感 因為有時候那種料理包會吃得又太軟了 你又不會 所以這 其實我們紅白蘿蔔也是有挑過 然後消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等於是我們淘汰掉的皮會淘汰掉很多 而且加上我們使用的特殊的殺菌方法跟酥肥手法 會讓你的肉不會像一般調理包這麼的乾柴 會感覺到哇真的很像餡爐的一樣 而且它這個牛肉湯的油分控制得剛剛好 你果然是8歲就會煮肉跳牆的 因為它曾經因為廚藝天才上鍋爆 你看到這個油我們不是另外買牛油回來加進去 我們是真的用牛骨下去熬 它是中間的骨髓溶出來的油脂 一定強烈建議大家 我們調理包不要倒出來加熱 我們一定要隔水加熱 因為你倒出來加熱的情況下 第一個湯頭會有點蒸發掉 鹽分會可能會稍微變高 重點是你的油會卡在袋子裡面 這個老闆非常專業 你看人家8歲就是烹飪天才 那這個就隨便看看啦 就獎狀了 獎盃嘛 好多個我們只擺出來一個最大 每年他都可以得獎 一份這樣這麼大牛肉麵才100多塊 你相信嗎 來我們介紹我們的一一一一組合 我們半斤半肉的組合 然後我們有口味有分 麻辣紅燒清燉番茄 然後說你可以任選 對我們每一盒裡面都是兩肉 不好意思喔 你不再以為是一包 是兩包 所以以這個我的狀況是 這樣我就吃了兩個人 這一盒我就吃了四五 我剛剛吃了一塊牛肉已經快要飽了 你看一盒裡面有兩包麵 兩包調理包 剛剛是泡熱水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麵煮過 基本上你調理包隔水加熱 然後麵大概煮五到六鍋 可是我不是這樣煮耶 我就是把我的鍋子一打開 因為反正麵要煮嘛 我就把湯直接都倒進去 然後麵放進去 這個是不會保持它原始風味的 這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沒有你真的因為我們後面 其實我們後面這邊會教導 這邊有個使用方法 所以我先煮麵 然後把湯整個料理包隔水加熱就好了 然後最後兩個再把它remix 就把它倒下去這樣就好了 下去完成 其實我都沒看我就這樣煮 我也覺得很好吃啊 其實我們還有滿額症 也會送這一次比較特別 其實你的就是1111啊 有時候買幾乎就有啦 對不對 鮑魚乾拌麵 我裡面是真的有鮑魚 裡面有這個像大顆 就是這樣子的鮑魚 假設你買兩隻以上的話 我們還會有真的和牛的乾拌麵 這是送1112222嗎 2200 然後下面送這個和牛乾拌麵 跟我們交召衛生乾拌麵 這兩個 這二者一 可是這還是有 這還是有 所以你看很划算吧 那這個如果買到 買到3200的話 我們又再多送你 這個也是一盒也是兩路 所以就等於說你買到那個3200的話 你會有這一個贈品 這一個贈品 跟鮑魚乾拌麵 這一個贈品 會有三個贈品 這裡面真的有這麼多塊啊 這真的啊 我基本上我的這個圖片啊 我都是實體倒出來 可能大余姐是用快速嘛 可是我們是用功課數嘛 後面這成分標誌 上面會有260 我其實吃第一次就對你很有信心 這個了不起 好 那麼大家請看一下連結 老闆自己來介紹 而且是他們從來沒有提出過的優惠 那全部都有台北市政府的獎狀 你吃一吃就知道了 這個獎得的是公平的 對吧 謝謝大家 OK 謝謝